另外帶你來看到台東一名林姓新手協作 15號前往借茂斯山西底營地結束任務之後 獨自返城時疑似迷路 在經過搜救隊伍以及登山社人員的尋找之下 終於在深山的溪谷找到人 但是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空情隊在26號協助進行遺體調劃任務 順利將林姓協作帶回家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空情總隊台東豐年機場駐地停物第三大隊第三隊 利用黑鷹直升機 將先前失蹤不幸罹難的林姓卑弓的遺體 吊掛下山 祝他能夠順利返家 在這個月15日 池上一名阿美族的林姓新手卑弓 在前往借茂斯山的西底營地結束任務後 在獨自返城時 疑似因為迷路 經過家屬以及林南所屬的登山隊 不放棄任何希望持續搜索之下 在前兩天 有發現林南越過斷崖深潭 以及幾處他曾經歇息疊石頭的紀錄 一度讓眾人攬起了希望 但卻在昨日下午 在西底的位置找到了他 但卻只剩下冰冷的遺體 而空情隊今日一早 9點47分時 從台東市起飛 10點06分抵達目標區 將林姓卑弓的遺體 以吊掛的方式 運往池上國中 交由地面的人員 質詢後續的處理 讓林姓卑弓能夠順利返家安息 記者陳吉林池上相報導